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終於來啦 我的女友都是從朋友圈來的 朋友圈就完整啊 哈哈 搞到他現在就是以前的 沒有朋友的我 他在同時又多麻煩 約他就不能約他 約他就不能約他 都對人弄的 你說會瓦解嗎 就他啊 搞定沒朋友 好的 兩年前 我們有一群五個人的朋友 變得非常要好 很常玩在一起 甚至會住在一起 當時日久生情 我就跟其中一個A男在一起了 然後這個小群體呢 陸陸續續又加入了幾個人 然後包含了B男一起來 然後大家感情都很好 一直到現在 那我跟A男在一起了一年 相處的過程發現 其實我們不適合 我想結婚生子 可是跟A男 是看不到這樣的未來的 所以我提出了分手 在分手的這兩個多月的時間 B男時常陪在我身邊 我赫然發現 我們很適合啊 同一群裡面 雖然我不要多說 可能前人跟前前人 他們同時都在看 他在圈子裡面弄來弄去 都是他的兔子 只是因為都是同一個朋友圈 我們就不知道說 那這個朋友 我們要怎麼在一起啊 但我們還是 隨了我們的心 在一起了 我就想說 先不要跟大家說好了 等時間再過久一點 我們再公開這件事情 殊不知 造化弄人 造化弄人啊 就在一歲出去約會的時候 被撞見了 A男的眼神中 充滿了不諒解 給我一個不諒解的眼神 憤怒嗎 憤怒 剛剛那個嘴唇大家可以讀出來吧 這一刻 這群人就瓦解了 大家好像自動選邊站一樣 本來呢 我而己為跟我認識很久的閨蜜 也倒戈了 他們表面上說 哎呦這種 這種事情沒有 沒有誰對誰錯啦 可是我私底下聽到的 確實他們跟A男 再向其他人發表 我有多不好的言論 還有B男 是如何把我搶走的 這件事情真的讓我很傷心 馬克馬力 我應該試著挽回這群友誼嗎 還是來不及了呢 來不及了 不用了啦 會在背後講你壞話 應該已經來不及了 這有講壞話嗎 看你講壞話啊 會在跟其他人發表 你們有多不好的言論 你們這對狗男女有多不好的言論 就像你們要亂搞的 我全身夠好了 哎呦看來 你也是站在A男那邊的啊 對 我就是那邊的 你就是會亂搞的那邊 道德是小分子啊 他就是在把這一群人的水 弄得很濁 那個生態都整個炸什麼 我把這種人驅逐出去 所以你不用挽回這個友誼 你離開這群人 讓他們活得開心一點吧 對啊 離開這一群人 讓你自己跟你的男朋友 也活得開心一點 這一群友的愛情 你還是要怎麼樣 人不能什麼都要的 你看我現在 朋友這麼穩固 我是為什麼 我從不亂敢 我從不亂敢 大聲大聲 旁邊人都聽到 你太激動了 那後來人有沒有意思要說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那我想請問就是 就是因為你就跟你的新任嘛 就是開開心一點就談戀愛了 然後那群同學 他們就是固定是那群同學嘛 那事隔多年後 就是他們有在把你這兩個這樣 納回來大家一起玩樂這樣嘛 比如說十年後那樣子 可能一年一次吧 一年一次願意把你抓回來 就大家再虛假的吃個飯這樣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沒有 就會變成說 是看誰約的 就如果今天呢 假設女方她有點顧忌 她不想看到我嘛 我也不想看到她嘛 所以就變成 我們都還是想要 跟這個朋友 這群朋友見面 跟這群朋友見面 就會變成 我們主動來約這樣子 喔 朋友就知道說 今天是你約了 我就不會有他這樣子 他約了就不會有你這樣子 對啊 剛剛你那個舉的那個例子喔 因為我原本 怎麼這麼僵修的樣子啊 好像被談戀愛喔 你是不是有點 我想年少的你現在有點 因為我的前任跟後任 兩位都是大學同學 然後都是同班同學 可是 呃 本來的 大學同學 我覺得 我覺得這時候她的發言啊 這邊要上個黑爸 一個犯罪者的言論 大學同學是一大群 可是我本來就不是 呃 前女友那一群的 所以其實我本來就是跟 新任女友這一群比較好的 嗯 對啊 所以只是跑去別群那邊 你弄壞了之後 才回來原本這一群 哇 也沒 欸 隨便啦 隨便啦 反正最後犯錯了就是我啦 就是我啦 就是我 反正重點就是 你就會先讓他們去吧 然後開開心心的 跟你的新男友好好 談戀愛 畢竟你也發現 你們其實很合適 那你想要結婚生子 你們就開開心心的 往你要的人生道路去 也許時間久了 你們又會 交集在一起 不用期待最後這件事情 真的啊 不要期待這件事情 不期不待沒有傷害啦 我覺得 真的就是錯過就已經錯過啦 嗯 然後也不用想說 我們未來還會怎麼樣 就是 經過了這一些年 像 我剛剛舉的那兩個例子 可能現在已經經過快要 二十 十幾年 對快二十年 然後現在會不會聯絡 也許在LINE上會講一下話 嗯 但是碰面的機會 的確是沒有 嗯 對啊 田一陣同學會 他們兩個都沒有出現 啊各位 麻煩幫我們分享一下 男女友是嗎 影片喔 就是分享給你身邊 所有的人 所有在朋友圈裡面 亂搞的人 分享給他看囉 男女友是嗎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幫我分享給我前女友吧 哇好多耶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